宴会上男人抱着漂亮的妻子 听着浪漫的音乐 正甜蜜的依偎在一起 然而极具讽刺的是 宴会外前妻正在追星自古的痛 因为这正是男人向前妻求婚时的音乐 悲伤的女人回到家哭着置问儿子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去参加你爸爸的家庭宴会 面对妈妈疯狂的态度 儿子哭腔的说 再简单读过的几个字 每个字都像一把刀深深刺激女人的心 女人眼面痛哭 她回想到男人和现任的衣帽间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摆上 悲愤的将自己的衣服全部丢掉 她觉得很脏很惹心 再也不想和男人有任何交集 坐在地上又哭又哭 悲伤到了极点 第二天女人若无其事的上班 闺蜜过来解释昨天为什么参加宴会 女人故意打断 因为她再也不相信这塑料闺蜜情谊 晚上男人请院长吃饭闺蜜做朋友 男人表示想给医院投资来扩大规模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 将她前妻的副院长的职位撤下来 果然男人回国就是来报复前妻的 威力听到这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女人被撤职 那么副院长的职位就是她的了 看到院长左右为男时 恰逢十一的补充道 我们医院太需要这里投资了 这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真的是置人之面部之心 与此同时 女人和儿子在家安静的吃饭 突然一看石头打碎了窗户玻璃 女人赶紧过来抱着儿子 这可把单身女人惊吓到了 打电话报警后 警察只是简单的做了记录 并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女人回到屋里打扫碎玻璃 这时门铃想了 女人慌里慌张的走过去 生怕刚刚的事再次发生 通过可是门铃发现竟是前夫 这时儿子走下楼来 对女人说 爸爸是我叫来的 随即打开了门 男人看到窗户被打碎了 落了个洞 赶紧询问儿子有没有被伤到 了解儿子没事后 简单的用胶带将窗户封住 果然家里有一个男人确实不一样 男人临走时对前妻表示 家里不安全让儿子搬到他那里 女人果断拒绝了 因为她不想让男人把儿子抢走 另一边闺蜜为了想得到副院长职位 请院长夫人一起按摩 谈话中说到男人回来的目的 向医院投资将她的前妻赶下台 然而这一切都被这个按摩小妹尽收耳中